今28日是228事件72周年 总统蔡英文下午出席228事件中枢纪念仪式 蔡英文除向受难英灵献花致敬 还表示 转型正义在台湾既然曾经迟到 现在我们必须更加把握时间 有些人物节转型正义只是政党斗争 过去的事不必再提 但我要再一次严肃地表达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蔡英文及苏贞昌今天在柯文哲陪伴下 进入228纪念活动会场 三人脸上都带住笑意 还当场亲自颁发回复名誉证书给王傅 许金水 张木火 曾林土四位受难者的家属 他表示 台湾社会不会忘记228 所有还没有被揭露的历史真相 一定会随着转型正义的推动 逐渐浮现 推动转型正义的目标 就是要让每一位生活在台湾的人民 每一天都可以安心生 活 可以自由阅读 可以自由发表意见 可以一起打造更美好的民主社会 总统蔡英文28日亲自颁发回复名誉证书给王傅 许金水 张木火 曾林土四位228受难者的家属 图 记者叶正薰社 2019-02-28以下是总统蔡英文的致辞全文 在演讲一开始 我要提到一件事 那是去年10月 我参加了促转会举办 公告撤销有罪判决的仪式 大家都很熟悉的二期部队领袖忠义仁先生 是那天的主角之一 在公告仪式上 已经是98岁的中老前辈 他大声几乎自己是俘虏 不是罪犯 这让我深刻感受到 还给他彻底的清白 不仅对他个人来说 是迟来的公道 也是台湾历史记录上崭新的一页 不久前 在228事件纪念基金会的努力之下 从公开的档案中 经过考证核查 核 整理出400多比可能在228事件中受难 但尚未提出赔偿申请的名单 这说明了 对于历史真相 我们的了解依然是不够 这项工作将会持续地进行下去 除了赔偿个别受难者跟家属之外 同样重要的是 系统性地厘清事件的真相 今年基金会将会提出一份新的报告 并且翻译成外文 和世界上关心228事件的朋友一起来交流 另外在过去这一年 关整体的转型正义工作 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正式挂牌运作了 我不会言 速转会运作之初 确实经历一些波折 也引起激烈的讨论 不过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无论在政治档案征集 资料库的建制 或是公告撤销不当的判决 速转会都已经累积了不少成果 当然 时间确实是转型正义最大的敌人 我们努力的同时 前辈正在凋零 像是跟忠义仁先生同样参加二期部队的黄金岛前辈 在有罪判决公告撤销的90多天后 上个月初离开了我们 以及 今天我要颁发的张慕火前辈的回复名誉证书 他的儿子 也是为他提 出申请的交大前校长张俊燕先生 也没有能够等到今天 在去年辞世了 正因为时间是这样的无情 提醒了我们 转型正义在台湾 既然曾经迟到 现在我们就必须更加的把握时间 有些人误解转型正义只是政党斗争 非有一些人 认为过去的事不必再提 我要再一次 严肃地表达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面对过去的威权统治 是每一个经过民主化的国家 都必须处理的课题 过去不会自己过去 伤口的表面也许会暂时 和 但内心留下的创伤 却不会自然消失 转型正义的存在 就是为了真正抚平创伤 提醒我们曾经伤痛 泄霉在犯下同样的错误 无论是去年揭牌的国家人权博物馆 或是今年即将上路的新课纲 都把转型正义 视为当前 福安民主深化重要的课题 人权这堂课 福安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需要政府跟民间一起来携手面对 今天在台湾各地 都有许多民间发起的纪念活动 稍晚 在旁边的凯达格兰大道上 有一群年轻人要举办共生音乐节 这个活动 已经连续举办七届 年轻人自己企划 自己募款 然后透过音乐演出 地景导览和真人图书馆 邀请大家来认识228 在228公园一角的儿童游戏区 有很多快乐的孩子 在溜滑梯 在玩沙 这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他们的爸妈 终于有时间从忙碌的工作中稍微喘口气 陪陪亲爱的家人 我们推动转型正义的目标 就是要让每一个生活在 公安的人民 每一天 都可以像今天这样 安心生活 不必担心政府用暴力压迫人民 不必担心半夜被警察带走后就一去不回 可以自由地阅读 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 可以一起打造更美好的民主社会 请各位放心 浦安社会不会忘记228 这件事情 也许带走了一整个世代的 公安精英 也许带来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沉默 但是随着春天的到来 就算是玉山上的积雪 也都会融化 历史记录总是涓堤成河 所有还没有被揭露的历史真相 一定会随着转型正义的推动 逐渐地浮现 牢牢记住在每一个充满期待的 公安人的心中 就是我们由衷期待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